马斯对教头波波维奇作义因裁判误判怒标F开头脏话和亲吻屁股等次质遭驱逐出场 但马斯靠着帕克稳定军心加上爱德里奇功本级最佳33分10篮板以115比1 帕克又上欲付出稳住军金取胜美联社分享 马斯法国小跑车帕克上欲付出还在暖机相隔6个月再度回到场上 先发14分钟有6分4助攻人在试音场上节奏但能重回赛场他非常高兴 帕克表示感觉好像新人一样 当拿到球时并看到许多人为他加油呐喊激动到快哭出来 非常兴奋有更多动力向前迈进也谢谢大家支持 这是一个很棒的旅程 帕克在主场的本系首秀全队都期盼能用胜利欢信他的归来 但一开赛马斯进攻遭押制加上裁判误判的插曲 点燃波波维奇的怒火之后靠帕克及爱德里奇的带领尝道逆转胜滋味 马斯助理教练梅西娜表示帕克展现老将价值 在付出首战就具领导能力 在下半场帮助球队不只是在进攻端 而是让团队都稳定下来 第二节剩下7分25秒 爱德里奇和小牛费雷尔在篮下抢球时发生碰撞 之后球碰到费雷尔的腿在弹出界 裁判却将球权判给小牛引起众人 不满主场球迷嘘声不断 波波维奇用双手指着眼睛向裁判怒后 张开你的双眼遭吹技术犯规 接着狂飙脏话被驱逐出场 退场时还顺道走到裁判耳边咆哮 主场球迷响起热烈欢呼与掌声 恭送波波维奇离场 当时马斯落后10分 尽管少了波波维奇在场边坐镇 但马斯仍为轻言放弃 第三鞋在帕克带领下将分数追平 让球队有机会逆袭 NBA战报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